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那位调咖啡的老师小姐姐还挺会说的 也非常的会夸代言人 她用了一句话既宣传了咖啡的品质 又说明了任嘉伦的人品 只有通过打磨才能闪闪发光 有好的品质才能这么亮眼 这说的不仅是今天的流光咖啡更是任嘉伦 夸得代言人忍不住笑了 任嘉伦的状态依旧很好 每次到了直播间当中呢 就变成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一样 听老师讲解的时候满脸问号 求知欲超强 到了后面老师小姐姐需要调另一种咖啡 旁边的任嘉伦全程都一脸认真的在看 也是非常认真的在营业了 到了后面能够看到她的脸 恨不得钻进咖啡里面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泡沫 值得一提的是 任嘉伦拿上的那个流光咖啡豆的时候呢 一脸满意 好像就是自己的产品 她也非常乐意来给观众介绍 在闻到咖啡的香气的时候呢 也是一脸的满足的状态 这样的代言人喝咖啡的气质真的很搭 并且每一次做直播的时候呢 她好像都会选择一身比较搭配的衣服 比如说这一次选择的黄色的衣服 还专门加了流光 很别致也超级亮眼 任嘉伦本次直播整体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每一次在直播间当中介绍的时候很认真负责 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在认真营业 她还说到了自己在拍戏的时候是怎么做笔记的事情 剧本有的时候需要更改 然后就需要做一个笔记 为什么要更改 这前后的关联是什么 这样的一来呢 剧本就越读越后 有时候做的笔记还成了一个匪页 还要前后粘贴上 任嘉伦 演员不仅要通读剧本 了解前后发生的故事 还要接受随时而来的改变 认真努力的才能造就一个好的演员 做演员天分很重要 但后听的努力更加重要 任嘉伦就是一颗闪闪发光的金子 预角记首支预告张力来袭了 看了这部电视剧的预告 有一个感觉就是燃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任嘉伦和迪丽热巴 都没有让人失望 虽然是一部古装浪漫 玄幻的爱情童话故事 但是真人饰演的感觉还是很棒 任嘉伦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刚开始说他要来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 不仅仅是观众 就连一部分的粉丝 也觉得他演教人的感觉会很奇怪 而且这部电视剧里面 有一个挑战就是会漏肉 如果拍不好了 就会有油腻的感觉 任嘉伦在拍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还专门又减肥 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任嘉伦果然没有让人失望 叫人出海的时候 变成了一个滚筒洗衣机 让人想起当年的陆大人 不过这两个角色差别还是蛮大的 傻鱼出海的那一个瞬间表情炸裂了 似乎是被人逼迫 如果有来生 千万不要这么傻了 可是傻鱼真的有那么傻吗 他只不过是愿意相信一个人而已 为此甘愿放弃生命 断为背叛本族 其实他的愿望只不过是不想让女主死 不管付出什么 他也愿意 《月角记》前段时间呢 还在后期的制作当中 这预告放出来之后 感觉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第一方面是特效的部分 不管是男主还是女主呢 两个人的感觉都特别燃 特别带感 第二方面就是演技的部分 长逸的虚弱感很好 爆发力也特别强 预告片中的女主 现在大部分还都是转斗的准备 没有很多虐心或者是哭的地方 不过看预告片 期待感还是爆棚的 这部电视剧 现在放在2022年的排片当中 估计会成为开年大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